挪威诺贝尔委员会6号在奥斯路做出了这项宣布 国际费核运动于今年7月才成功推动让全球122个国家签署禁止核武器条约 尽管有关条约因为有9个核武强国没有签署而被批评为只具象征意义 但文汇认为这已经潮污和世界迈进一大步 收到获奖的消息后 ICAN总部一片欢呼沸腾 为他们多年的努力终于获得国际社会认可感到高兴 ICAN认为这项奖项也意在警告拥合国家 全球122个国家于今年7月签署的禁止核武条约 是全球第一个具历史意义法律效力 试图彻底销毁和禁止核武的国际法 这项条约禁止签约国在任何情况下 研发测试生产制造采购持有或储备核武 但美国俄罗斯英国中国法国印度巴基斯坦朝鲜和以色列 共9个拥合大国拒绝成立 M17综合报道